這個部分其實很多人很會激 其實是因為以前的開法 以前的開法 他必須要把那個屁股分成那種六塊皮半 很傳統的開法 然後他的手術時間也大概會大概 沒有今年大概要開到一個小時 現在因為微創手術跟手術器械的進步 現在所有的痔瘡跟樓管的手術 大部分都15分鐘內可以完成 而且恢復上初血上都會比以前的疼痛 大概只有三分之一而已 比如說傳統的痛的分數是100分 那我做過研究 現在真的只有30分左右而已 痔瘡治療不是只有手術一個方法 最簡單的就是用塞劑或一些消炙的 口服藥就可以了 假如你是第二級第三級的痔瘡 屬於中度的話 有一種叫做結紮術 用結紮那不是開刀 它屬於門診的治療 就是你來門診然後安排好預約時間 醫生幫你把痔瘡用結紮環 把它結紮起來 然後也不會影響你正常工作 一般手術就是到 第四期以上的痔瘡 那是必須一定要用手術的方式去 矯正它才有辦法全好 所以說大家應該不要對痔瘡 有一種迷思 就是說去看醫生 就一定被抓進刀房裡 割一割這樣子 沒有醫生沒那麼殘忍 會看你的狀況 來給你做適當的建議這樣子 說到坐立男安我就有完全切身之痛 因為我上禮拜剛去住院了一個禮拜 就是有一天我早上起來的時候 突然覺得全身無力 然後就一直發燒 然後我就覺得 就是還有一點點肚子痛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應該就是一般的腸胃性感冒吧 然後我就去家裡附近看醫生 然後看了醫生之後 醫生就跟我說 就是可能剪 就是輕微的腸胃炎而已 然後他就開了藥給我 然後我就跟他說 可是我覺得好冷 然後他就說 那你等一下會發燒 然後我就回家之後 我就發燒四十幾度 然後就是那種很奇怪的那種症狀 到了晚上的時候 我真的是覺得非常不舒服 然後我就去掛了急診 那掛了急診之後呢 我就是一直拉肚子這樣 然後醫生就幫我打那種電解質 打葡萄糖 然後叫我什麼都不要吃 然後打完之後 過了兩三個小時 然後檢查是 然後醫生也說就沒什麼 然後我打完點滴之後 我回家就沒事了 可是回家之後 過了兩三個小時 又開始發高燒 然後我又去看了醫生 就打 也是又打點滴 打完點滴之後 我就覺得肚子非常不尋常的疼痛 我會一直想要跑廁所 可是當我到廁所 我坐下來之後 完全拉不出來 我又去掛急診 然後急診的時候 醫生又摸一摸 因為我這一次去急診的時候 我肚子就是這個部分 很痛很痛 然後都拉肚子拉不出來 然後醫生就說 你這個應該是附膜炎什麼的 然後他就說要做個電腦斷層 要打仙銀劑什麼 然後就這樣一直拖著 然後一直打電解質 然後什麼都不能吃 到了隔天 醫生就說我是就是 整條大腸都腫起來 發炎 所以我才會在過程中 就是大腸發炎的話 它的症狀就是會讓你 內疾 但是 完全拉不出來 然後是很坐立難安的狀況這樣子 然後我就住院 被收住院 然後住院一週 然後一直打電解質 打葡萄糖 然後什麼都不能吃 有一個職業 現在大家很常用到它的服務 就是外送員 那我有一個病人 是二十幾歲一個男生 他就是去當這個外送員 那當然都是機車外送 可是其實很辛苦 他這個 有一次來看我的門診 他的屁股 他褲子一脫下來 滿滿的紅色的 全部都是毛囊炎 那小顆的素以百計 那有的有化膿 有的是紅 但是有幾顆特別腫起來 像貢丸一樣 那已經到點阿的程度 你想想看 幾顆就已經很痛 整個屁股都是 然後他的工作 又要騎機車外送 然後外面如果說 大家知道機車 你只要停在路邊 一下下沒有去坐他的話 他會變很燙 所以那裡很多 是烤屁股你知道嗎 所以他屁股坐上去的時候 他又很痛 所以他每次送外送的時候 到紅綠燈停紅燈 他就趕快起來一下下 亮屁股 可是其實又腳又會痠 所以綠燈的時候 又要趕快貼回去 然後騎就起來 所以人家想說 這人有事嗎 怎麼一直在那邊 怎麼坐來 一下坐下來 一下站起來 那他這個非常疼痛的狀況 他終於受不了 他就來看我們皮膚科 我跟他說 你這是嚴重的 細菌感染幫忙研 那我們跟他說 會給他吃抗生素 還有擦的藥 那因為其實 等一下很大顆的時候 是非常痛的 大家千萬不要去擠他 所以我們給他吃藥擦藥 那因為他太嚴重了 又工作的關係 所以我們給他有 特別有跟他講說 他可以用暫時 可以用藥罩來洗屁股 可是不能長期的洗 長期洗會有抗藥性 那他這樣吃藥擦藥 然後另外也提醒他 其實他的作息 是比較 就是像年輕人 總是半夜會喜歡熬夜 滑手機 玩遊戲 有跟他說 因為其實毛狼炎 這個尤其是屁股的 如果要好 你的作息要調整 盡量不要熬夜 你熬夜你晚睡 免疫力下降 這個一定會再來 再加上他的工作是高風險 就是你一定要坐在 那麼燙的椅墊上 所以長輩常常講說 椅子燙燙不要去坐 不是說他傳染給你 是如果你有毛狼發炎的話 他會更嚴重 我們在玩遊戲 有兩張桌子 兩張桌子 可是你必須在桌子上面 你要這樣爬 我爬 這樣 那有的人力量不夠 就來了一個 稍微年長的 對 他就想要挑戰這個 可是你知道 我們是用手撐 可是他爬到後來 是用這樣子 可是他桌面是燙的 後來我看他爬到終點 叫他起來的時候 我活著看他這裡 像一個 我們春捲皮已經捲上來了 真的假的 真的 很燙燙耶 很燙燙 我們中午在錄影 桌子很燙 好可能還是個刑警隊長 因為他怕沒面子啊 一定要 我看得好痛 我本身之前在當記者 那記者不是常常不需要 就是站著就是訪問 就是受訪者 我們不需要久站 那那個時候去跑 跑完馬拉松 原本是已經選擇 那種很輕鬆的那種歡樂 來七公里 但他其實全場 你整個跑完之後 其實是十公里以上 那你如果平常沒有在運動 你忽然那種 忽然很激烈的那種 跑完那個馬拉松之後 就是身體會出現一件症狀 那我就那個時候 就是我跑完之後 就開始隔天就覺得 寬佈 就是有一個地方隱隱作痛 然後就覺得說好像就卡到陰 就是你站的時候也會覺得很痛 但是呢就是去給那個醫生看 他也沒有 就說你這可能只是發炎 把他開個消炎藥 他也沒有什麼 連照X光什麼都沒有 那後來就是想說就是 慢慢的等他好 過了大概半年的時候 他還說好像慢慢恢復了 就是你不會忽然覺得很痛這樣子 對 但是我不知道就是說 像我們通常去看診的時候 就是我們可以自己要求說 那我可以幫我照一下X光 請問一下你去掛哪一顆醫師 我是掛那個就是骨科 如果是戴宣戰 我建議要掛神經外科 因為你那一天就跟我一樣 是腰椎滑脫 需要久站的人 日子久了之後 有時候會有一點點輕度的滑脫 對... 可能你運氣很好 你在這半年來 你沒有再過度的工作 不知道跟事業一百天有沒有關係 所以就恢復了這樣 如果你還是一直維持站著的話 有可能你的症狀會變臉重 你看記者有時候 有時候還會這樣 這根本不知道聽你在講什麼 像我有分享一個案例 就是一個四十多歲的房仲 他本身就有糖尿病的病史 然後又喜歡熬夜 應酬多淹多久 又喜歡吃一些油炸的宵夜 這種東西 所以他的屁股這些小小頂 常常來門診的時候 大概都是好幾個 那我們都是幫他在門診 切開瘀流 切開瘀流 然後要塞紗布 那每次塞紗布 他都痛得挖挖腳 所以前面都是這樣處理 但是有一次 因為他可能真的 工作壓力大了一點 熬夜又比較兇 所以那一次屁股長了十幾顆 好大一個 就像一個乒乓球一樣的大小 那每一個都很大 那已經整個屁股 大腿都轟動起來 你都可以摸到 他那個屬隙部的淋巴線 都已經摸得到 所以已經都已經到 公務主治院的情況 所以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直接跟他講說 你這次可能沒有辦法門診處理 要住院打抗生素 然後清創了 一般的清創 就像這種囊種 一定是有個囊在裡面 你先切開 把那個濃流出來之後 囊要把它處理掉 才能根除 那像這個情況已經太多的 我們就只好跟他講說 你這個情況 大概我們會建議 把它整個挖掉 然後呢 取大腿的皮膚 直接直皮上去 也許會不好看 但是可以改善你目前的這些 這麼多個的狀況 那但是前提是 要 為什麼 因為這皮直上去 如果躺得去 那個皮不會長 所以呢 我們就讓他 抱著一個枕頭 然後就 請護士三不五十體 他兩個小時要翻身一下 最後過了三天之後 這個紗布打開來 皮都存活了 那也快讓他 可以出院回家 其實生病才知道 很多日常生活習慣 也稍微不方便 比如說你開喉嚨的時候 叫你一個月不要講話 你三天就受不了 瘋掉 比如說剛剛那個動作 叫你維持三天 你可能動不動 看看電視就已經轉過來了 對啊 那個就生活習慣 其實你不生病不知道 原來是這麼難改 因為像我有一次就是這樣 我是下雨天滑倒 撞到尾椎 就這樣整個這樣蹬在地上 然後我後來就發現 我完全不能這樣坐著 我只要一坐著 就是受不了 我如果要坐車 更是要瘋掉 就是你要這樣懸空坐 就是你要這樣一直撐著 很不舒服 然後那個 脊椎跑掉了 就是 然後所以我就去看骨科 然後那個醫生就說 其實你就是 因為他有幫我照 然後他說照完了之後 他說看起來還好 可是我可能也只能給你 吃消炎藥 但是我就是一直會覺得 我這樣坐著的時候 就是會覺得很不舒服 他說好 那沒關係 那你去買一個墊子 叫中空墊 然後他說但是你要好 你一定要 坐這個墊子三個月 不管你去哪裡 睡覺也要睡在這個墊子上 他說你一定要乖乖的 坐三個月 所以我 那個墊子 我睡覺也坐在那上面 可是你睡覺是 睡熟的時候會跑掉 但是你就是 至少你躺上去的時候 你要維持在這樣 然後我就真的聽他的話 我真的三個月都這樣 我就好了 可是就很丟臉 因為 就是 不好意思 我就想把墊子拿出來這樣 你可以用那個景枕做 然後大家就會以為說 這是景枕 可是那個墊子還滿透的 一般人不會認為他 剛剛開完自窗 對 對嘛 那是電視窗有一點 因為我們開車 也要放進去這樣子 對 我要 讓他隨時要帶出來 就以為是自窗 但是好了就好了 對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